大家好,我是舅舅公益科技的吳翔博尉 那我這邊要向大家介紹一個平台,叫做Web S2 這個平台呢,這個平台我們等一下再說 首先介紹一下舅舅公益科技 那公益科技是我們由公益員支持,這邊有第一個社會企業 那他的目的就在於運用資工群寄出來增進社會負責 那我們的宗旨就是公益的目的 那他的股東是這些人 然後董事長是其他的什麼叫人不會充滿 那我們那個CEO時裝屠於SLAIR 那其他就是工程師跟設計師 那回到我們主題就是 這個東西MF做到底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利用國家開放東西 Webler跑到衛星圖下 然後來提供股值讓使用股東分類 那Webler發放主要提供的 股東有在於國土規劃資料 看看你東西保護機房在救災 那所以他們提供了我們相應不持續在氣象方面的 那我們這個FaceGoogle Live 主要是用這個微信影像 來收集群眾資訊 然後提供一個平台 能夠讓它是適當群眾所做的 然後來標記一些資訊 像資訊 讓Webler的影像 能夠發揮一些實體實體的影響 那我們來影響呢 首先FaceGoogle Live這個平台包含兩部分 第一個是網站 那網站的話 就是他們能夠建立一些活動 讓使用者來加入 那再來就是提供一個App Android跟IOS的使用者 能夠來分類一下 那這個是App進行的畫面 首先最左邊的畫面就是 它有兩個Event 那舉例來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尋找生命 開一個痕跡 就是說 當我們需要了解 一塊市評論 有被哪些人開診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立在影響 那中間的話就是會顯示 這個活動它顯示的主題是什麼 那希望你們能夠在 微信影像當中 找到是不是有人會開一個痕跡 那進入到標誌業院之後呢 就會有系統隨機分配藍圖片給你 那你就跟一個圖片來標記說 到底有沒有人會開可能性 或是沒有 或是那麼簡單 只要按有或沒有就可以標記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活動 來找到什麼問題 那再來就是後台的部分 就是我們能夠去建立一份 然後能夠讓使用者來進入標記 那就是建立活動一份的片面 我們有幾個無限選項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會多一個大圖片 就是能夠標記一塊區域 讓使用者去做分配 去做分配 那我們可以選一塊區域 那它就會根據這個區域來分配 向它使用者的收藍圖片 能夠收到來做標記 那這個是活動結果 也就是當使用主標記完之後呢 我們能從這個網頁的見面 來看到說目前這些區塊 它的結果是什麼 比如說這一塊區塊 大概有兩個人認為它 這個是有能夠開一個痕跡的 那這個區塊大家可能有兩個人認為 它沒有被開一個痕跡的 那由這個列表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些區塊是有哪些區塊是沒有的 那目前我們這個使用它的技術是 有我們網頁後才使用到 PiPhone跟Jungleware 或是Chromeware 跟HLM有這個技術 那APP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Photoba來做開發 那Photoba是一個 Photoba明台的一個APP 它可以寫一頓程式碼之後 就可以把強化的成績 有不同裝置 例如包括Android iOS 以及Windows Phone等等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快的 開發可以開發Photoba的一個 framework 這樣子 那實際活動應用呢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到就是 尋找生理開口機 那因為我們目前 圈圈有一塊是阿里三一代 因為阿里三一代 其實蠻嚴重的 就是有很多人會把那個 樹啊 刮掉 然後還要種生理等等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這個活動 就是需要使用者來做標記 標記說哪一些區塊 是有被開很多的 那目前我們選了一塊 阿里三一代的範圍 差不多25% 那假設如果全部標記完之後 有異常的狀況 就會以紅點顯示 一來有點 太明顯了 OK吧 就是紅點就是在有異常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怎麼來講 我們來利用這些資料呢 就是首先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利用政府剛剛平台的資料 拿到一個 就是水源保護區的一個區塊 它顯示如下 關於這塊8 這塊8塊是8檔系的水源保護區 那如果跟我們剛剛重複 重疊的資料 重疊起來之後 就突然說 在這塊8檔系的水源保護區裡面 有這麼多紅點 是被標記成它正在被害害害害害 所以我們就能知道說 這些區域紅點 基本上都是違法 因為水源保護區裡面 不能從事開發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提供給相關單位 除了 除了它做了一些應用之外 它可以在台風災 甚至大的 石油洩漏 產能定位 廢主 檢測都可以做一些應用 那這是我們網路網頁 跟Landrew有關門下載 那做一個小小的內容 這邊介紹 就是像是我們剛剛活動網頁 那如果你要新生影片的話 就是在這邊點寫一些資料 比如說你要尋找 尋找事實背景 有沒有背景 然後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可以選 你可以選區域 標記這塊區域 然後最後標記完之後的結果 就會停在這地方 就是剛剛說的 沒有 有沒有 然後也會輸出資訊的 好 謝謝各位 好 大家都好支持